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美老鹏 我们的有机小菜园 今天的题目是 秋天的上海青好吃 还要再加上一句 秋天的上海青特别好种植 上海青又叫做上海小白菜油菜等等 有很多种不同的名字 上海青属于海内外华人餐桌上面 最普遍也是最受欢迎的白花菜木 十字花科类一年或两年生的植物 在加拿大春夏秋三季都可以种植 但是秋季是最好的季节 因为它的最佳生长温度是15到20度 可以忍耐零下两度左右的低温 当最高温度大于25度的时候 它会抽苔开花 叶子为老化口感比较差 所以变与牛肿 北方海冷地区的秋季的温度 一般都低于25度 所以秋季上海青的味道特别甜美 很好吃 而且虫害比较少 基本上不需要采取什么防治措施 春夏季的上海青 虫害就非常严重 至少有五种以上的虫子 专门吃这个上海青的叶子 只要在固上面 建入上海青种子 如今在白美也能很方便地 随时购买到这个各种各样 不同品种的上海青种子 非常的方便 用常温水浸泡至少48小时以上 然后选用沉入水底的质量好的种子 土地暴晒 使用这个适当的这个有机堆飞土 然后采用这个种子直播的方式就可以了 只要吐成表面温度大于20度的时候 种子就会迅速的发芽 两桌以后就要进行建苗和移植处理 其中个头大的长得好的 也可以直接上餐桌食用 菜苗移植的这个逐渐具 最好控制在20公分以内 航行距离控制在30公分以内 以至以后30天左右时间 就开始进入采收期了 它的生长非常的迅速 有两个比较好的种子技巧 第一个是在去年种植过的 夏季豆类蔬菜的地方 种植上海青 第二是与这个大蒜芹菜 薛笛红等做邻居混合种植 可以最大限度的这个预防虫害 促进健康生长 秋季上海青的浇水的方法 与春夏季越有不同 一是秋季上海青的浇水时间 改在中午最好 早上的时候温度太低 特别是在加拿大 二是三天左右浇一次水就可以了 因为加拿大的秋季 水的非发量很少 而不像春夏季上海青那样子 几乎每天都需要浇水 水太多了也会烂根 对上海青最有利的方案是使用含氮量比较高的存有机肥 上海青属于天然这个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蔬菜 而使用有机肥的话呢 可以显著降低硝酸盐的含量 对健康有利 硝酸盐在人体内会转化为亚硝酸盐 它会阻止人的血液输送氧气 一般单株长成四片增业以后开始追肥 是肥的频率呢 一周一次就可以 上海青生长非常迅速 一般荐苗移植以后 三十点左右就进入采收期了 单株增业长成十片的时候 就要马上采收 超出十五片之音的时候呢 就开始叶子变老 口味下降了 当一次采收量不大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土地下面的根留在土里面 只把上面剪掉 这样的话呢 可以减少这个清洗功能量 吃起来很方便 由于保留了根部啊 所以说切口处还有可能会继续长出新的上海青之叶出来 多好 最好开始的时候 每次的采收量不要多于三天的用量 因为这个上海青的自然保鲜时间 一般也就三天左右 放在冰箱里面呢 可以保鲜延长到七天左右时间 如果一次性采收量比较大的时候呢 就要把土下面的根呢 一起拔出来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新的保鲜方法 使得保鲜时间更长 把带有这个根的这个上海青啊 直接放到这个保鲜袋里面 保鲜袋的上面的口敞开的 每天定时向保鲜袋里面的上海青 喷洒适当的水 把它们放到比较阴量的地方 它们的自然保鲜时间 可以加长到两周 甚至三周以上 上海青保鲜 最大的挑战是 它叶子容易变黄 上海青的营养丰富 特别是它的维生素C B2 钙和这个卢布素 蛋白色都很高 特别是它里面这个高含量的维生素B2 可以保护视力 使皮肤光滑美丽 但是上海青不要过夜吃 过夜以后的这个上海青的剩菜 它会产生很多亚硝酸盐 对胜利很有害 谢谢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 咱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